港医官公告大臣南路 任以外当今年是由大南町公所来起班 30位来自18雄顶市公所的少年人 在大南町公所安排之下 以驾卡打车的方式 轮番来参观到大南车站 大南通乡 和南会业者的文学红区丁丁 都要说希望参加的南路 能够找到好良言 也更加希望大家都能够设置 大南町这个地方 并且听解释人员说到南会的特性 这些人终于来参加建议党 改观公告人员年纪的少年人 像这位来自大部香港所的路线 内到大南就对大南町印象牵挤 很多人是今年参加 以开放的心想不实在还更多人 想要多认识一些朋友 对 没有第一次 就可以认识很多人 那还蛮开心的 跟你想象中的联谊有不一样吗 不太一样 怎么说 就是比较不是智识化那种 一对一见面讲话 就有比较多不同的活动这样子 我觉得年轻就是要多认识朋友啊 然后也希望能多认识这个大陵这个地方 这个美丽的乡镇啊 那你之前有参加过吗 这是第几次啊 大概是第二次哦 感觉怎么样 感觉都不错啊 那有看上喜欢的女孩子吗 目前还在观察中 今年轮到基板 任意的大纳顶公司 特别一骑自行车的方式 来让参加的人实施体验的大纳风港 包括前往 他在第一次参加路边的大纳 在靠益上 大纳车头 大纳汤匆 以及安排参加 南汤入驾的文实施体验方向顶顶顶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早上还安排包含骑我们大纳正的自行车道 那到中午呢用我们在地的这个美食小吃 那到下午我们特地呢安排到我们的篮园来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行程活动呢 其实都很多观光客来到大纳呢必走的景点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利用这样的活动 让平常很辛苦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公务人员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 店长阳金如表示用国议念大纳大纳 你在和英语的麦大纳的音声称讲 当时大纳要浪漫修典的情侯 是很让他参加南路可以找到好良人 谢谢新闻展开发口要向大纳点彩虹报道